接下來第九場 這座三班的1650米 三尺大帽子的馬 也有六匹 先看這隻幸福至上 我也不知道你的理據是怎樣的 儲存了劉過被血好還是怎樣 可能真的突然之間得都未定 但試襲 我覺得不算很特別 這隻就爆熱 原先打算向四歲系列賽進軍 但近期表現好像不太符合預期 它是僵口有些麻煩 所以它用雙光銀口和鐵的馬 沒有馬救這隻馬的勢勁了吧 安瑜 我想它之前會更搶 現在有夾手僵性 它都知道了 之前拍了火草 我記得也跳得很好 這隻就自力更生 上次亦是稀威心 發揮得一絕 這些馬其實真的不容易攪 不過今早轉了梁家俊 它都操得不錯 這隻自力更生 都不能夠看少 好,最眼光 也有一賴 有谷草2,25 沙田又跑了一場又不行 又轉過來谷草 我覺得它的馬狀態已經跑起了 這隻狀態是合理的 這隻也不錯 美麗滿滿 上一課是拍跳 這課是昨天早上的單跳 它就是那些沒什麼厚的馬 早上很廉 但是這些馬粗身馬 越跑越來越漂亮 再看一些試集 有講有笑 還有一隻是天人合一 這是一千二的短途集 有講有笑 我記得這隻馬上次有 處名 一時遲 跑得好的時候就沒有了 近自騰雲而已 贏完連馬斯要求照備 內窺鏡檢院就有血了 這些又不是很特別的東西 不是很大件事的 兩隻都一齊差不多到終點了 這課集就 經常很好看的 有講有笑 單跳都 是呀 這些就是搞得很好 這些馬又開了竅 之前又經常難贏難贏 下四班一搞定 然後打一搭都跑得好 這隻有講有笑 這些健康就不知道的 但有分頭就不介意拖 接著是鐵三角 我覺得這隻馬蟲是有點急的 你看到都鎖到好死的 根本就 你還要第一次過來跑馬地 那些情緒的事情都難搞 接著來競駛 上次竟然在二千米 就能夠入到Q 這隻競駛沙田 表現就感覺上好像有點難捉摸 跳就OK的 可以重迫試了閘 不過太久了 好像拍跳一樣 免得看 天人合一 可能起步那裡 被他起到圍 就好像比較難頂 過終點後 換腳 他順了很多 再來就是銀鎚仔 也是上星期四 落草地彈了貨雜 你這樣看他跳 好像沒有東西 很順 回來走回來 這個銀鎚仔脾氣很大 不知道那招發生什麼事 他和論文那招 都是很大脾氣的 好 接著看看一隻超勁寶寶 一個來谷草 他已經立即成功了 近鏡頭就微影獵飛 那隻贏了 回到第九場 三班的1650米 都是一些很精彩的對壘 我自己就選了一些當銳的馬 三隻都夠銳的 三、四、六 美麗滿滿 自力更生 和安餘 三隻馬都不同的處理 亦都是有些跟好位的 居中的 後上的 我想 視乎當晚的場地 賠率 騎士的手風 大家可以自己去撿到哪些馬 你說八號馬的鐵三角 其實這些馬一再都 它上過名 但在這個節目好 現場的賽馬直擊都是這樣說 它是一隻不可靠的馬 你看到它之前落場跑 快披繩 它都留得不漂亮 這隻鐵三角 所以你還說 正常步速 慢步速 怎麼搞呢 這隻鐵三角 所以這些馬 我覺得就不太好 另外一 都是那些雙幻馬 就不敢搏 超勁寶寶 上次是萬匹繩 所以我想 都是三、四、六 這幾隻馬 機會就突出一些 其實看來看去 我都是選那隻馬 不過我三號馬 你的細點檔 這麼厲害 繼續是這班跑 這陣子文家糧 真的有點細 剛剛英雄豪傑 又金鑽貴人 一公佈了 繼續有牌 人逢喜事 精神爽 你都沒得談的 那的而且確 這隻安瑜 四歲就是這隻馬 現在北半球馬 現在才開始好 轉了一些配備 咬前一點 跟你快又行 怎樣都行 好像它贏起來 很有說服力 還有一路做回來 贏完 你說跌了 什麼東西都差一點 不是 中北半球 再重十幾磅 回的時間夠 那塊草地都拍得很好 贏了 很有贏面 當然跑馬什麼風險都有 但是它真的很強 另外四個馬自力更新 你都要搏 一樣就是 究竟那個姜誠操控 合不合梁家俊 我都不知道 你說真正落場 但是你說在早上 氣威心跳那些 真的跳到這隻馬 好像醒了 揚名天空都是 我記得 那當然有些行 有些不行 智力更新 因為梁家俊是一個 很重邊的騎士 一發下去 可能會厲害 那些馬 小隻 驚會縮 還是屎蚊 可能夾彎會那套 都未定 我也不知道 但是你說 贏完都沒什麼問題 小把馬都沒什麼特別 那你爆炎 就駁一下他鏟入腳 即有轉距離谷草 縮在後面 希望可以撞到進來 就落 美麗滿滿 因為對比下面 他贏過今季 遲起步 因為今年他較為遲才跑 他應該還可以再慢慢上 但是他上次贏的對手 不算很特別 天天得羅 那我看看他的進度多少 十一位銀錘仔 阿匡也覺得很對 上一次臨場這隻馬都很急 我覺得這隻馬應該很好馬 但是腦袋未適應到下來 再看看他 第九場賽事 都研究過 看看今次選了什麼馬 原先我和浩然都一起選安瑜 結果他讓了給我 我選這隻 你也喜歡 第六場一 桃花盛 這隻都是機會馬 很兇 好,重複多次 接下來的賽事安排在星期三 跑馬地有九場的夜馬 6時45分開跑第一場賽事 到時再跟大家分析過 拜拜 拜拜 拜拜